翻译&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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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大德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十五进藏的 第一个 心脏 那么下午我们想讲到 一百六十九页 第二行 就是 闻涅槃戒 不可思议 心不缺弱 我们念心经的时候 也有讲到涅槃 那么涅槃到底是什么 佛教徒追求这个涅槃 一般人对这个涅槃 有某些错误的见解 认为涅槃就是死去了 在我们中国人 把这个涅槃两个字翻成什么呢 叫做圆极 圆极 所以出家人往生了 就写圆极 某某人圆极了 或者是说写正大涅槃 正大涅槃 那么圆极 就是说功德圆满了 他的烦恼击灭了 他的生死击灭了 就是用这两个字来代表 功德圆满 福德智慧圆满了 那这个烦恼啊 生死的都了了 击灭了 那从原始的佛典来探讨的话呢 他这个涅槃啊 是 我身以尽 犯恨以利 不受厚有 自己知道 我的生命到此生结束以后呢 不再出现生命了 因为我们众生啊 时时刻刻 都在刻画 未来生命的再生再现 也就是说 我们不断地添加生命的素材 然后这个生命的火花呢 就不断地延续下去 比如说我们现在 火在烧了 你赶紧地丢点木材进去 再丢进去 再丢进去 那么这个火呢 就继续烧 如果你不再丢木材的话呢 这个火 把木材烧完了 就停止了 它就停止了 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涅槃呢 也有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众生呢 你看 我们最爱的 我们最爱的 就是自己 佛经里面有一个名词 叫做自体爱 自体爱 我们一个人最爱最爱的 就是自己 那么有这个自体爱以后呢 我们就会有 境界爱 我希望这个东西属于我 被我享受 被我利用 被我支配 那个句叫做什么呢 叫境界爱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然后我想到现在 我想到未来 所以我必须累积很多很多的 这辈子用不完的东西 我要 这样才有安全感 境界爱 还有一种爱呢 是什么呢 叫做后有爱 后有爱 什么是后有爱呢 有一天 我察觉到我会离开世间 但是 我不想离开世间以后 我就毁灭了 我就没有了 我希望 来一辈子再做人 或者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或到什么地方 到天堂 总之 这个我 不能消灭 这个叫做后有爱 未来继续生存下去 在我们众生心里 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 都是 在自体爱 境界爱 后有爱当中呢 不断地添加生命的素材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开发 未来生命的再现 不断地添加木材 然后这个生命之火呢 就永远地延续下去 那阿罗汉 阿罗汉圣者呢 他是这样子的 阿罗汉圣者就是说 此生已尽了以后 不受后有 他正到这个无我 然后呢 他不会继续来延续这个生命 这个是 当时印度呢 有这种思想 后来 传到这个北传以后 大乘的这种佛教的话呢 所讲的涅槃 就不一样了 叫做无助涅槃 无助涅槃 什么叫无助涅槃呢 圣者正到这个涅槃了 可是他的悲怨无尽 悲心无穷 他看到所有的众生 都是他全身的父母兄弟姊妹 他们没有正到涅槃 他们没有正到无我 他们在这个生死当中轮回啊 实在是 忘生忘死啊 可怜啊 所以 具有大悲心的菩萨呢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呢 就缘起大悲心的 来去入这个大圣 叫做无助涅槃 他已经正到涅槃了 他来到这个世界 老实说 就是要陪众生啊 来利益众生 点醒众生 引导众生 射射众生呢 使众生走向觉悟的光明的彼岸 那就叫做无助涅槃 无助涅槃 我想打一个比方容易理解 我们现在大家都掉到水里面去了 掉到水里面 很危险 很危险 假如有一个人啊 拼命 挣扎 然后呢 他游到岸边了 他游到岸边以后呢 他一看 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水里面啊 再浮再沉的 很可怜 那 他赶紧的 拿着绳子了 拿着竹竿了 拿着什么东西呢 赶快丢进去 然后呢 他约好多朋友呢 大家跳进去救人 因为 他有一套功夫啦 所以 他赶紧跳进去 去救人 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 大圣佛法 殊胜的地方 菩萨正到涅槃以后呢 并不是说 我从此 不再有生命出现 我的生死了了 因为当时印度呢 这种厌世的思想 很浓厚很浓厚 他认为出现生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出现生命 所以 有老病死 有种种爱恨情仇 有种种的恩怨是非 有种种的麻烦围绕身边 家庭 家庭 失业 子女 感情 婚姻 社会 种种的挫折 所以当时整个印度是弥漫着 厌世的思想 厌世的思想 那么这种思想 当时佛陀 也只好讲到这个涅槃 你不想再出现生命 不是你想象的 回归到宇宙的本体 叫做梵 Brahma Brahma 那就是说 梵天 人回归到清净的梵天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佛陀说 不 不是这样子的 一切问题的根源 是在于你的我直我见 你这个我直我见还在的话呢 你是不断地出现生命 你有我直我见 你就不断地开发 你未来生命的再现的 那种能量 所以 佛陀 当时适应 印度 整个弥漫着厌世的思想 有讲到这个涅槃 后来 大乘经典的出现的时候呢 是讲到无助涅槃 那大菩萨 去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那么 又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而修一切善法 他正到无我了 可是他又是 不断地在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当下呢 又没有一个众生 是他度的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法 收了四十九年啊 最后说一句话说 说法则无法可说 我没有说一句法来度你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你 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 来说法 来说法 来去度化你 这就是最高明的了 我们一般人做些事情赶紧希望别人知道 上电视啊看报纸啊看到自己的名字啊多高兴 这种我相 我们越修越 这个我相越大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涅槃 也就是佛教徒所追求的福德智慧圆满的一种境界 生命的城市很多 生命的城市很多 那有些人生活在一个感情的世界 情欲的世界 情欲的世界 总想占有拥有享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看遍世间游遍世界 吃遍世界玩遍世界 这是有一种人是这种人 最近看那个报纸啊一堆年轻人啊 说感情很好啊 那怎么办呢 有钱啊有钱做怎么办 买了那一艘船啊帆船啊 他要到北极去求婚啊 这样了解吧 北极去跟他女朋友求婚 然后呢 北极完了以后呢 要到南极去结婚 那要经过多少的困难千辛万苦 是生是死啊 生死未卜 但是为了这个理想 他们两个呢 要到北极去求婚 南极去结婚 我们世间人 有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理想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愿望 那我们不能说他对或者不对 你把这个生命耗在这种好奇 好奇心的满足 众生的生态 生命的这个形态呢 千差万别千差万别 发这么多的时间金钱 甚至这个生命的危险 哎 就是要满足这个好奇心 那一辈子的钱 就这么满足 所以众生呢 总是被这个好奇心妄想心 我们做好奇心妄想心的奴隶 这个妄想心 这个妄想心无穷 那么我们就耗尽我们身心的能量 去完成我们的好奇 追求我们的好奇 实现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佛门弟子 穷一生的努力 为什么要诵经念佛 持咒拜颤做善事布施 无非我们就是要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 什么境界呢 无助涅槃 因为你只有正到涅槃以后呢 你的生死轮回啊烦恼这些问题 才彻底的解决 这样还不够 你正到涅槃以后呢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利益众生 而没有烦恼 否则的话呢 你有我像人像 众生像素的像 那你去利益众生的话呢 很多麻烦 我想举个例子来讲 假如说有一幅画 一幅画知道吗 皮卡索的那个画 一幅要几百万的画 这几百万的画 你用你的手去沾那个油 很脏的东西 你然后在这个画上这么锁这么一拍 这幅画有没有价值啊 没有价值的 报销了 这样你了解吗 你用一只手指去沾那个脏脏的东西 这样一点下去 这幅画没有人要了 就没有报销了 我们做善事做善事啊 也是一样子的 讲经说法布施啊 救济穷人 社会上的什么 对弱势团体的关爱啊 你只要有一点点私心 那么你这个爱心呢 就是不圆满 就像一幅百万千万的名画呢 被你这个手掌这么一摸啊 这幅画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金刚经里面才会说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呢 这个 去利益无量的 修切善法来利益众生呢 而不执着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大圣的涅槃 涅槃 那么我们对法的信心够了 闻到涅槃界呢 不可思议呢 你就心不缺弱 心不缺弱了 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 信心很重要 讲一个 我常常讲现代人讲现代诗 现代人听啊 你们是现代人 我们都是现代人 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了 有没有住宜兰的 这里有没有去过宜兰的 有吗 有 宜兰 宜兰有一个叫什么 罗东是吧 罗东 那么罗东呢 有一个信赖的 在居士 是很虔诚很虔诚的念佛 可是姐姐呢 不相信 不相信阿弥陀佛 乡下地方啊 总会养鸡养鸭啊 这个姐姐呢 赖基士姐姐啊 就很好客 这个亲戚朋友到都市里面去上班赚钱啊 有时候会回到乡下呢 哇 他就杀鸡杀鸭啊 请他们吃 大吃大喝还不打紧 每一个人要回去的时候 就是大包小包的 这样了解吧 杀一大堆的 哇 这只给你 这只给你这样子 都是卤好好的啦 杀好好的 卤好好的 香喷喷的就 每一个人都是 不能空手而回啦 好客 几年下来呢 这个赖基士的姐姐啊 得到癌症 这个癌症一扩散以后呢 本来是在胸部的 一扩散以后 到肝啊 肾啊 这个心脏的到处 一直扩散啊 全身浮肿了 医生说 不用救了 他这个癌症呢 已经扩散了 已经扩散了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美国 告诉各位哈 美国有个医生啊 医学博士啊 他说只要你去吃 动物性的脂肪 动物性的脂肪 包括牛奶 肉类 你就有得癌症的机会 你吃的越多 得到癌症机会就越多 这是美国的医学博士 告诉我们的 那 这个赖基士的姐姐呢 她不但自己要吃 她还要杀 还要送人家 那真的是造的杀业很重 那么病入高方了 没救了 抬回家里面去 就是等死了 这个赖基士啊 毕竟这个 兄妹之情啊 就 姐弟之情啊 就回去看她 看她念佛 她也不愿意念 想她没办法 就去请教老和尚 土臣 土臣老和尚了 她皈依了土臣的老和尚 廣青老和尚了 她说老和尚老和尚 我姐姐现在病得很严重 我看她这样子很可怜 这辈子杀业这么重 怎么办啊 老和尚静静的想一想 就叫弑者啊 弑者啊 哪一张黄婊子来 黄婊子知道吗 黄子啊 折一折 老和尚就叫弑者说 有些毛病啊 来 把它写 往生西方宝卷 头一行字啊 往生西方宝卷 里面怎么写呢 就是阿弥陀佛第十八院 若有众生自心信乐 欲生我国者乃至十念 若不生则不取正觉 这样了解吧 十八院里面不是有这个院吗 就是阿弥陀佛也发这个院啊 说如果有众生相信我 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 你相信我自心信乐 自心信乐 你绝对相信的话呢 乃至十念 我都把你接到我这个极乐世界来修行 如果不能来的话呢 我就不成正觉 我就不能成佛 十八院有这样子 老和尚呢 就念了这一段经文啊 叫他的适者啦 这么写下来 若有众生自心信乐 欲生我国 自心信乐 若不生则不取正觉 折好了 交给赖居士 带回去给你姐姐 他现在病得这么严重了 你叫他手上呢 拿着这个宝券 要跟他讲清楚 这个就像坐飞机的那个什么 哈 我们要坐飞机不是有那个什么 那个机票啦 登机卡啦 有没有 boarding car 是不是 护照啊 什么东西是不是 嗯 然后呢 一个手呢 要叫他拿念珠 老和尚就把这个念珠呢 这个有念阿弥陀佛的 叫他右手拿念珠 左手拿这个 这个好像车票啦 这个宝券啦 当车票 叫他怎么样子的呢 要去交给阿弥陀佛 他相信了 啊姐姐啊 老和尚说你啊 造了这么多的业 没关系啦 造了就造了 你好好忏悔 啊 现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时候呢 你记住 你的手要握紧紧的哦 这个是往生西方的这个什么 保证书哦 啊 你的右手呢 念的这个 老和尚给你的念珠 这个念阿弥陀佛的 你就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什么事你都不要管 啊 结果 这个姐姐呢 病得这么严重啊 没办法 啊 就握着那个那个宝券 因为我们民间有个习俗啊 人往生的时候都是手握什么 钱 对 民间有这样的习俗啊 握着钱 以后会很有钱 握着手帕就是再见了 跟子孙再见的意思 握着手帕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握着那个扇子 怕他太热了 有扇子可以秤凉 有这种习俗 是民间的习俗啦 手握钱 手帕 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扇子 奇奇怪怪的有 那还有呢 是手上要挂那个什么 金银珠宝 来世才会有钱 那我还听说有一个信徒 他们家里面啊 妈妈挂了这个那个玉琢 是吧 手环啊 玉琢啊 挂了几十年了 可是因为工作劳累以后 这个手变大了 他想这个玉琢 给他埋在地里面 万一给小偷拿去很可惜 一直拔拔不出来 他的儿子想到一个办法 用菜刀 手砍断 把这个玉琢拿出来 所以众生很可怕 知道吗 妈妈的手不管了 就是把它砍断 要拿个玉琢 很多这个怪的现象 结果这个简基士的姐姐啊 信心十足 信心十足 他还跟她解释 这个老和尚教人在写的 往生西方宝券 你要拿得紧紧的 右手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但来唸阿弥陀佛 你还要唸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啊 谢谢你救我 谢谢你救我 他不像我们 念沙摩阿弥陀佛 知道吧 老和尚 特别交代 说你的姐姐 要唸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这是老和尚的一个智慧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念 你们没有杀鸡杀鸭的 不用这样念 就这样子的呢 临终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弟弟讲 观世音菩萨来了 我要走了 他说姐姐握紧哦 西方宝剑要握紧 念诸要记得念阿弥陀佛 还要念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然后眼睛一闭就走了 很安详地走了 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 我常常讲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你有没有信心说 我这辈子离开世界 我绝对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你有这个信心 你就会去 当然最重要就是 你临终见到奇奇怪怪的 来引接你 你都不要去 如果有人引接你说 你这么善心 你做这么多善事 来一辈子给你当总统 走 我带你去 你千万不要去 有些会带你到地狱的 有些会陷那个什么 你的这个长辈 过去生的父母 现象来拉你 你都不要去 只有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大师之菩萨来的时候呢 你才走 这个就最保险了 千万记住 任何人带你走 多不可以走 那么你这个信心十足的话呢 往生就有希望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个勤念 勤念 马来西亚 我下个月我要去马来西亚 那马来西亚有一个太太 她没有子女 就抱着一个女孩子来养 当养女 她念佛念得很虔诚 结果念到什么程度呢 念阿弥陀佛来跟她讲 三天后我来接你 三天后真的就来 阿弥陀佛就来了 她说阿弥陀佛 慢一点可以吗 我的女儿 我的干女儿还在学校 还没有回来 了解吧 我让她见一面吧 那佛也不等她就走了 从此以后她再怎么念佛 佛也不来 就是一种业障 这就是一种业障 知道吗 那个勤念 太重太重了 她想要见最后一面 这个女儿 她平时感情太深太深了 就跟这个女儿相依为命呢 所以她要见最后一面 佛走了 从此不来见她了 那个勤念很重 所以临终的时候最怕什么呢 你的至亲骨肉在旁边哭哭闹闹的 又哭又叫的 那个勤会动 会障碍你 会障碍你 另外我还告诉各位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往生之前 一定要有本权 知道吗 要有本权 什么本权呢 有体力 体力啊 很重要是体力 所以你平时要养成那个习惯 不要动不动 就送医院 叫做什么呢 自动送上门 一到医院 去急救以后呢 就麻烦了 气切 打点滴 擦鼻管 那个折磨是很可怕 很可怕的 有一个比丘女啊 她肝病了 送到医院去 因为她的土地啊 就想 师父生病 只有一个办法 送医院 结果送医院以后呢 医院把她的手绑起来 两只手这样绑起来 因为在擦这个鼻管 擦这个气管 这食道 她用那个气球呢 从那个鼻子那边 嘴巴那边塞进去 然后再吹那个气 让那个气球呢 在这个胸腔的地方呢 扩张 因为她会吐血 那个医生就是用那个气球啊 从嘴巴 嘴巴用一个机器把它撑开 然后把那个气球呢 那种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再灌气 一灌气以后呢 那个气球脏 就把那个食道脏得紧紧的 那个病人痛苦到什么程度呢 手就这么一直弯 一直弯 一直弯 意思就是说 请你们把我这个气球啊 拔出来吧 我看她这么可怜 啊 那个痛苦的表情啊 我说送你回去寺庙 不要治疗了啦 这么折磨死 实在是不值得 她就点点头 因为不会讲话了 结果 我就跟医师讲 我说你这样子放气球 属在她的身上 对治病有帮助吗 她说我尽量 我尽量 我尽量 我说那尽量 就是不可能的意思哦 你懂什么 你和尚懂什么 我说我看她这么痛苦哦 我尼狗叫她土地送回去 那个医生很不高兴 叫那个父侍 拿那个窃解书啊 她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寺庙 她叫她的助持 她说你要负责 这个病人离开医院 气球拔出来 她就会死 你要负责 你敢不敢签 切结书 我说我签没关系 我看她这么痛苦啊 我就签了 签了呢 她那个救护车 一横一横 那个救护车就来载 那个父侍呢就送 送回去寺庙里面 我一路呢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一下子这个人死掉是我磨杀死的 对不对 我叫她送回来 一拔出来不就死了吗 医生说这个一拔出来 她的血会吞出来 我一想到 她回去以后就喷血而死 啊 心里很矛盾啊 这个时候只有求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不是无上一王吗 难道他出家一辈子 你忍心这样看着他 喷血而死吗 我心里这么想 结果回到寺庙以后呢 大家围在那边看 那个傅士啊 就把这个气球的口啊剪开 一剪开的时候就 那个气体跑出来了 然后他就用那个夹子 来把那个气球啊 从那嘴巴这么拉 哦 拉这么长 那个气球这么拉出来了 哎 我等他喷血呢 可是他没有喷 奇怪啊 医生说气球拉出来 他就马上死 结果不但没有死 还多活了几个月 很安详的走 就是靠念佛 这样了解吧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走的时候 千万你不要去送医院急救 你早早的就要写好这个交代 你自动送上门啊 那就折磨到死 那时候你不能讲话 身体无力 那怎么办 开口也开不了 所以你马上 直到发现不对劲 甚至生前你就要写好 临终的时候 绝对不到医院里面去急救 到医院里面就是给你气窃 擦鼻管 掉点滴 折磨你到死 你又不能讲话 所以你要走的时候 你要保留一点体力 保留一点体力 正念分明的念佛 你那时候还有点体力呢 可以念佛 心里默念 但是你这个一气窃 一擦鼻胃管的时候呢 你那个痛苦呢 你忘记念佛 那就会很麻烦 所以临终的时候一定要保留一点体力 不要乱吃东西 至多就是大杯水 那口干的话呢 用那个大杯水擦擦嘴唇就可以了 不要想我来吃补药啊 有什么补药吃的会好 这个肉体啊 你要了解身是苦本 要记住这句话 身是苦本 有身就是有苦 佛法里面讲这个身是道气 这个身是修道的法气 是一个宝 但是呢 也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 很大的麻烦 这里痛那里痛 那简直就是折磨你 如果你保养得好 身无病苦 心无贪恋 意不颠倒 说走就走 那这个就是成功了 就是成功了 最怕是什么呢 你自己用功 没有用上 勤念又重 挂掉又多 那这可麻烦 到时候就折磨你 心慌慌意乱乱的 不知所措 心慌意乱的 那时候进阶线前 你马上就跟人家走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让各位了解说 这个生死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叫做生死是大 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生死来的更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灵王讲到说 我涅槃界不可思议 心不缺肉 我们没有知道涅槃 可是我们必须经过一道手续 一道什么手续呢 呼吸慢慢地急出 身体慢慢地冷 变冷 骨头变硬 全身酸痛 全身无力 眼睛闭起来了 可是要知道 那个时候 你的耳朵呢 很灵光 耳朵很灵光 亲戚朋友在旁边讲话 你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你不能表达 你没有力气表达 耳朵还听得到 所以为什么要注念 道理是这样 我们的耳根呢 有一千八百功德 一千八百功德 那么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念佛的音声 你会提起正念 跟着念 那阿弥陀佛现前 带你到西方去 所以不要看到这个涅槃 涅槃就是死 死的时候就很痛苦 如果如果 不用怕 不用怕 我想请问各位 假如我们住在一个破房子 烂烂的房子 下雨会漏水 风吹呢 又是这个 这个窗户 又是破破烂烂的 很寒冷 这个房子给你住 你要不要 不要 你要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呢 一个别墅 钢筋水泥的 冷气暖气 瓦斯炉水电 样样好 什么风吹雨打 什么七级地震 八级地震 都没关系的 你搬到一个这么好的别墅 你会很伤心吗 不会伤心的 你会很高兴的 所以我们对死亡 一定要有这种概念 四十二章经 仪教经里面 常常讲到这个东西 说此事应舍之物啊 此事应舍之身啊 那到最后 你怎么去照顾它 怎么样去保留它 都不可能 你有钱有地位 没有用 就像一个烂烂的鞋子 这个烂鞋子又张又臭 你想不想保留啊 没有人想保留 赶快丢掉 气之如碧铝 气之如碧铝 像一个烂鞋子 又张又臭的 踢掉它 你对这个身体也是这样 到老有一天要走的时候呢 你就赶快地甩掉它 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念头说 有什么医生 有什么贵人 把我治好 让我多活几年 你这个念头就已经错了 就错了 你想我赶紧 我要舍掉它 换一个什么呢 清净法身 跟阿弥陀佛 莲花投胎转世啊 就没有这些麻烦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 能念佛啊 这是最后一班法船 这一班法船没有坐上去的 千生万世难哦 你看那个寺庙 人越来越少 有没有 寺庙出家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人生孩子呢 一个两个舍不得让他出家 那甚至有些结婚他也不生孩子 有孩子呢 把他流产 留掉他 这个世界成什么世界了呢 很可怕 所以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把握 把握这个机会呢 好好的念佛 得生净土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 涅槃界 大家不要讲 哎呦这个涅槃就是死 好可怕 死没有什么好怕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 规规矩矩的做人 死的没有遗憾 死的能够善终 能够善终 所以我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讲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生 活得很精彩 很充实 每天呢 诵经念佛 拜佛 做善事 做义工 很充实 老呢 老的时候呢 很成熟 很睿智 知道自己老了 很粗重东西 你就不要做 你不要以为老的时候呢 老当义壮啊 这个这个这个 做不该做的事情 不对 老的时候呢 赶紧 这个生死大事啊 重要 所以老得成熟 睿智 然后病的呢 病的看得很开 看得很开 人 释迦牟尼佛讲 人就有生老病死的嘛 所以 生痛 心不痛 生痛 心不痛 痛他的 你觉得我好 觉得好痛 我觉得好痛 那就会更痛 你觉得没事 没事 前几天 我的这个脚啊 突然间变成黑的 脚趾头啊 脚趾头 那个中医师说 哇 你这个脚趾头有淤血 可能鞋子太小了 脚趾脚变黑色的 他说啊 这个要用针啊 从这个指甲的地方 有没有 这样刺进去 会不会痛啊 他说这个很痛哦 你敢不敢 我说试试看吧 他说你躺下来 我去躺下来了 他那个针很粗了 他刺两次 我不晓得他刺几次 是后来那个 我那个土地跟我讲 我躺下去以后呢 我睡着了 我到哪里睡觉呢 你知道我到哪里睡觉吗 我到那个莲花世界 我睡在那个白莲花里边 我观想到阿弥陀佛那个莲花放光 我就躲在那个莲花里边 大睡一场 一下子就到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那个白莲花里边 我就睡觉了 他弄好了 把我拉醒来了 师父你可来 没事的 后来我问那个土地 土地说 他用针跟你刺 他不敢看啊 刺两次 从那个指甲这么刺两次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 学业 很有意思啊 知道吗 所以你要走的时候 你就想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用这个莲花来接你 你就躺在莲花里边去走就好了 不要去管这么多 你一直觉得说 这里吃下去不得了 很痛很痛 那 真的是很难受了 我有一次的一个女孩子 八九岁的 很调皮到石头山来 崩崩跳跳的 哎 这个手啊割破了 流血了 这个大人很紧张 哇 妈妈问他说 痛不痛啊 跟我无关 痛他的跟我无关 小女孩子竟然有这种想法 那个小女孩子怎么样 他一生不穿裙子 就像男孩子 他一定要穿那个牛仔裤 走路也像那个男孩子的那个样子 然后他手受伤流血 流他的血嘛 痛他的嘛 跟我无关 小孩子竟然会讲这种话 很有意思 知道吗 你一直都说 我这个很痛很痛 他真的就很痛 所以你看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竟然会讲这个话 痛他的 流他的血 痛他的 跟我无关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时时刻刻 你的心念 是怎么想法 他的态度 对生命 对生死 什么样的态度 就决定你未来的去向 未来的去向 这个要特别提醒各位参考的地方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那么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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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